今天第三集和你來這裡 利泰園 最潮最新的地方是這裡 漢南洞 這幾個牌子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就等於你沒有來過韓國 準備沒有? 我們開始購物 我們來到利泰園 每天大概走這些樓梯 都走三四八級 我們每天差不多都走了 萬八至兩百步 不停地走 所以不會死 認住這個出口 在利泰園的三號出口 然後只是一直走 大概不用十分鐘 保持在右手邊 你就會見到最多東西買的地方 就是這裡 漢南洞很多韓國小店 不過這間RSVP Paris 其實它是法國的皮具 它的設計 視覺上很利落 很多包包的設計 都很特別 有時間可以來看看 在漢南洞的這一間 EMIS EMIS 你不可以不認識 因為這個是韓國的小友 名牌的潮品 它食材紛紛紛 走鮮艷的路線 譬如有些小包包 鴨嘴帽 整天都會在韓劇裡面見到 這裡 店舖很小小 但就擠滿了人 另外很多明星 私底下都很喜歡這個品牌 所以在漢南店裡面 非常吸精 很多外國人和本地人 都一定要來朝聖 而我選了紫色 買了 手快有手慢無 它很多款式都很快賣光 所以你看到對 就記得立刻拿了它 所以我都買了 而且很划算 只是二百多元 來到漢南洞 我經常見到人拿著這個牌子 叫Rockfish Weatherware 到處都是 當然是不錯 準備進去 但其實我在外面 都排了大概十分鐘 才走進去 看不見到 是玻璃看進去 都是人頭湧湧的 其實這個品牌 是來自英國的 它主要是買一些 水虛 娃娃鞋 手套 手襪 還有外衣 我就選了這件外套 桃紅色 在這麼多顏色當中 我覺得最沙繩 最美 所以我選了它 當然很多人 其實他們是買她的 娃娃鞋 不過我又不喜歡太平底的鞋 買了啦 好開心 它是一件 家人粉紅色 好美 我來看看 讓我補充 Rockfish是來自英國的品牌 而加上Weatherware 真是韓國的支線品牌 這是一個品牌 來的 如果你來到韓國 如果這個牌子你不懂 就抵打 是Marty McCready 她是韓國現在最潮的 原因就是她的韓國服飾 品牌 全部都是要一隻小初谷為一個主題 而鬼怪的女主角 金高銀做了她們的代言人 所以裡面超多人 不過你要什麼 沒有什麼 我本來想買這三件 全部她都說沒有貨 那想怎樣 最後我選了這件 綠色的 不要緊 因為我和金高銀是同款的 這也是韓國的潮法 一是搶 這香港人 香港人全部都在搶搶搶搶搶搶搶 好 其實折了240多 所以我喜歡那件 我本來排隊的 我叫她拿新的 但是她都買了 我前面那些香港人買了 我有點生氣 最後一件給她買 然後來這間 我真的100%誠意推薦你 這裏主要是賣物 包包或者帽子 但它的服務簡直是五星級服務 我們準備進去 現在我和你去這間 MSMR是特色的 那些襪子 就上去 很特別的 她應該是有人招呼你 有些水果 然後你可以自己買 物仔 但是我都未知多少錢 上去告訴你 進了這座大廈之後 記住按升降機 三字樓 一出升降機 你就會見到店鋪了 五星級的服務 現在開始了 你進去的時候 你打算選襪子 但是售貨員 就會走過來跟你說 請問你是哪裡來的 我說在香港 然後她就會給你 一個中文版的指示 告訴你 你買物的時候 買完之後 你記住自己 要選擇一個Sticker 也可以選擇它的包裝 非常貼心 而我老公在做什麼 坐在一邊 她坐下的時候 還有一杯八爪茶 讓她慢慢享受 等我 看不見到很多襪子 這個架上面 全部的襪子都出來了 旁邊的盒子 是到時你買完之後 任選的 我 一於在這裡買這些 做手信 認識我的朋友 應該你會收到我 買給你襪子的手信 告訴你 它不是二、三十元的 其實最便宜都要八十元起 去到差不多二百元 當然它比在街邊買 真的貴 但它整個包裝 是值得二百分滿分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 來這裡選擇 MSMR 我想了很久 究竟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 Missy和Mr 其實我自己也猜不到 買一買一買 買了一千多元 看看 選擇了很多Sticker 然後它會幫你打回自己公司的印象 挺有趣 而這個盒子 就讓你擺對襪子進去 非常細心 我選了兩款 當然是紫色 不如看完我之後 看看這裡的環境 其實它還是一間café 如果你上來 不買襪子 只是坐在這裡喝東西 都沒問題 因為它有兩邊的露台 很多人都走出去 吐吐氣 或者喝杯咖啡 你選好東西 付完錢 不要走 你回位置坐 它就會有一個小生果 給你吃 兩個士多啤梨 我們就吃完了 吃完之後 它就會親自 將這包東西 送到你面前 告訴你 已經包好 到時你回香港 摺好盒 就可以送給朋友 是不是很棒呢 顏色 ostrich 在十二盒 十二盒 沒有膠袋 我選了三個符 OK 很漂亮 這個本身是紫色的 很漂亮 買完手信 拍照後就回去 誰知我發現 都是想買多幾雙 又走回去 韓國的香薰品牌 NONFICTION 發源地就在這裏 漢南洞 這裏是賣一些 香芯、生簡 生活用品 還覺得很害怕 跟韓國人聊起幾 他說NONFICTION 韓國人本身都很喜歡這個品牌 它裏面包括香水 Hand cream 身體的沐浴露 就是這樣 而我這次買了一個 Hand cream護手箱 價錢很親民 很容易入手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來這裏 我選了 Forget me not 這系列的 Hand cream 這裏 我知道他們最熱賣的 叫做 Gentle night 不過我就覺得它比較濃 我就偏向喜歡比較淡 塗了在手 其實是很潤滑的 所以值得大家考慮一下入手 LONFICTION 買了支 Hand cream 21,000 won 八多元 OK 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 是平日來的 但都需要排隊 如果你打算星期六 星期日 或者假期來的話 給點耐性 我相信這裏更加長的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太Channel 退休亞太日子 和你來這裏 米芝蓮的認證推薦 在三清凍的大瓦房 醬油蟹 超多人排隊 我們足足 真的來了兩天 終於都可以吃到 至於有什麼吃 一會兒你會見到的 主要當然是吃醬油蟹 就是了 剛才是吃醬油蟹 米芝蓮的 你看看 可以放在這個近的 好像很棒 是不是 還有 1 2 3 4 5 6 還有這個呢 還有這個呢 這個呢 這是什麼 五花肉山菜包 五花肉山菜包 因為我不吃 哇,是不是這個畫面好治癒呢? 我見到的膏多到橙色 還有面上有些芝麻調味,好正啊! 這個是五花肉的生菜包,加上魷魚呢 其實味道呢,都尚算不錯的 最重要呢,是學韓國人這樣,把飯放進醬油蟹裡面 混合他們自己特色的豉油,吃下去真的很好味啊! 我反而覺得飯混合在這些蟹糕裡,我覺得是好吃的! 正! 哇,這麼快就吃光了! 剩餵83000瓦,大概503元港幣 我不是跟你說了的呢? 醬油蟹的食材很快賣光,而且很多人排隊的 喂,叫你男朋友排隊先吧! 在這條行的右手邊,直入有這間小cafe 好像安國站的Onion一樣 韓風十足,不需要排隊那麼辛苦 男朋友排隊先吧! 女朋友在這裡拍照,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我想來得韓國十個女孩子,十個都會來這裡 是聖水站的Dior,來一來朝聖 主要都是拍照的,因為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問她可不可以進去cafe坐下,或者看東西 她說都需要預約,但這個時間就滿了 所以我們打燒了這個主意,只是在門口拍照 但是在這個角度拍都不錯啊! 我兒子說怎麼都要帶一個Dior手袋在這裡門口拍 所以我做了 來到聖水棟這裡特色的咖啡餐廳 叫Ludeka 沒理由你不進去的啊! 門口絕對是你大溪的好地方 不過外面交通比較繁忙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啦! 我準備進去啦! 進去之後,記得看左手邊 有一張卡和紙筆 方便你去到大廳的時候 挑選你心水的蛋糕和餅 記得抹好號碼之後就寫在卡上面 不過來到的時候已經是黃昏4點多了 很多的西餅已經受慶了 但如果你想嘗試好多種西餅的話 你就要早點過來 要不然就有排排隊了 你自己要合適時間啦! 來個花鏡給你看一看 究竟有什麼餅要吃呢? 去到畫面 去到畫面 然後去到畫面 我才知道 原來室外還有一個部份 帶大家看一下室外部份 都是一個比較寫意的地方 如果天氣太熱的話 都是入室內好了 室外都是太熱的 其實入到大門有兩張很大的圓桌 都是放置了一些甜品的Sample 其實我覺得這裏有點像甜點的展覽會 我們兩個人叫了兩件西餅兩杯飲品 大約是二萬六千瓶 就等於港幣百多元 至於味道我覺得都常算可以 鏡頭一轉去完餅店就即行 你就會見到兩間很有特色的cafe 在門口拍照 如果你覺得Ludoka太多人的話 不妨來這裏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裏面真的有點似曾相識 他們做到好型格的 真是好相似 接下來這間cafe 反而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是全落地玻璃透明 而且也有天台的部分 身內還有一個小魚池 坐在這裏真的覺得非常寫意 如果不是我剛才去了那間cafe 我一定來這裏坐下 至於它的名字 我上網找了很久 其實我也不知道合不合 總之去完Ludoka 一條大直路經過這兩間餐廳 這間餐廳就是這個名字 聖水洞旁邊有很多商店 大家很值得來逛一逛 還有很多cafe 剛巧我見到他們有一個韓星的粉絲簽名會 就在這裏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裏 LCDC SO 不知道你覺不覺得很相似 在哪裏 是我們香港上環的PMQ 裏面除了售賣文具 還有咖啡店 飾品店 而且室外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以給你拍照 這裏充滿著時代的文化氣息 有時間可以來這裏打卡 在聖水洞 我們見到這間二手賣賣店 叫做Better Than New 好 儘管進去尋一下寶 看看買不買到東西 這裏的地方很乾淨 很乾淨 很適合我們進去尋一下自己的心頭號 見不見到我拿著這件紫色衣服 我簡直覺得這件紫色衣服 好像等著我來買它一樣 最後我選了這件紫色衣服 我老公買了兩件Polo Shirt 他很少買衣服 不過我們見到便宜便買了 在聖水洞有一間品牌叫做Stan Oil 這個品牌非常之百搭 韓國很多明星 例如元瓦、松之烤 他們都有用這個品牌 屬於比較便宜的設計品牌 很多的韓國本地人都入手這個手袋 如果你是小資女 都應該合適 手袋的價格 大約是港幣500-2000元不等 總有一款適合你的 不如大家用少少時間 看看它的簡約款式 而這個款式是它們最熱賣的 大約制行員 89000元 就等於港幣500多元 這間商店的設計可謂一絲不久 韓國的商店真是厲害 逛了一日街 終於都回到酒店 我們在弘大酒店的後面街 看到這間血腸湯飯 即是血腸裡面有很多牛雜 牛筋 很多牛內臟 是否像豬雜一樣呢 味道真是不錯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吃血腸湯飯 當然還有最喜歡的海鮮煎餅 比我之前吃另一間 這裏更好吃 不過相對的價錢比較貴 大約是港幣150元 今天的旅程已經差不多完滿結束了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呢 我就好滿意了 下集都好豐富了 一於和你去Hermes High Tea一下 看看它的價錢貴不貴 還有當然去Hermes Shopping 這裏是米芝蓮的金豬食堂 一定要介紹給你 還有One Day Tour 和你來這裏 邪波滑車 好正的 當然不少得去永中海邊 行行自行車 還有在月尾島 餵海鮮 我還被海鮮咬了一口 最後和你去BHC吃炸雞 美站來到機場Paradise City 多謝大家收看VTi Channel 掰掰